接触到烂尾楼相关的争议的这个案件是什么时候 一直以来都有 大家必须要了解 当我们去买一个马来西亚受到法令管制的房子楼 也就是先卖了给你 然后才建的话 它一定有风险嘛 对吧 因为你三年里面不懂会发生什么事情 很多时候就讲说 价格越便宜 是不是就决定说它越好 那可能你会觉得说 这个便宜我可以负担得起 可是同时间你也问自己说 这个价格建出来的房地产的话 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明明非常明显的有问题的这个房屋开发商 比如说在柔佛 他已经有这个建案 全世界都知道这个房子是有问题的 结果呢 他在吉隆坡还拿到发展的这个执照 还能够在这边做项目 残酷的事实啊 就算今天你是跟一个名牌发展商 来买房地产项目的单位 它的名字是一间特别设立的公司的 绝对是 每一个开发商都是 来做调查的话 它根本就不会有之前的它是个新公司 它根本就不会有之前的它是个新公司